大家好 我是美肉小水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经典凉拌菜 凉拌腐竹的做法 香辣爽口开胃 营养又好吃 先准备一把腐竹放入盘里面 然后往盆里加入凉水进去 浸泡一个小时 这里不要加热水 因为热水容易把腐竹泡烂 泡腐竹的时候往里面加点白醋 这样腐竹很容易泡开 而且里面不会有硬心 这会儿腐竹泡好了 腐竹柔软不烂有弹性 还没有硬心 然后把腐竹清洗干净 腐竹洗干净后 再全部切成长段备用 切点需要的配菜 先切一段黄瓜 切成黄瓜丝备用 再切一段胡萝卜 也切成胡萝卜丝备用 香菜切成小段备用 锅里水烧开后 把切好的腐竹倒入锅里焯水 去除腐竹的豆腥味 煮大约20秒就可以 然后把腐竹控水 倒入凉水盆里过凉 把切好的胡萝卜丝 把切好的胡萝卜丝也倒入锅里焯水 大约10秒钟就可以 把胡萝卜丝也控水熬出来备用 下来做一个万能的凉拌菜料汁 先切点蒜末 放入碗里面 准备两个小米椒 把小米椒切成小圈 放入碗里面 再切点小葱花 也放入碗里面 碗里面 放入碗里面 加一勺粗辣椒面 和一勺细的辣椒面 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然后泼两勺热好的油搅拌 充分的激发出辣椒面 和蒜末的香味 加入一勺盐 一小勺白糖 和一小勺的鸡精 再加点生抽 然后加稍微多一点的陈醋 或者香醋都可以 最后加少许的香油 搅拌均匀 咱们这个万能的凉拌料汁 就做好了 可以用来拌各种凉拌菜 把令干水分的腐竹 倒入盆里面 加入黄瓜丝和胡萝卜丝 然后把料汁倒入盆里面 再撒上香菜 搅拌均匀 搅匀后装盘就可以吃了 好了 咱们这个凉拌腐竹就做好了 这样拌的腐竹 鲜香入味 稍微带一点嚼劲 香辣爽口 开胃好吃又下饭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酒凉拌菜 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大家关注 点赞 转发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 好 谢谢观看 好